日前有兩位金門的釣客 因為大物迷航滯留大陸 歷經了6天 其中一名無姓男子 他在23號下午1點多 終於返回金門 廖羅港一看到 媽媽兩個人激動相擁 這幾天的遭遇 他則是不願意多談 另一名疑似軍職身分的 無姓男子 目前仍然在對岸等待調查 家屬很著急 但也透露孩子都有報平安 看到孩子平安歸來 家屬激動落淚 日前金門兩名釣客出海失聯 迷航到福建海域 被大陸海警救起 40歲的無姓男子 宇伯特船在23號下午返回金門 而另外一位休假出海釣魚的 25歲胡姓忠 是仍等待對岸調查 家屬緊張就怕觸碰 兩岸敏感神經 尤其民進黨政府 抗中態度明顯 但保台兩字似乎成了碰紅 為了宣示我國在太平島的主權 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 5月16號將前往考察 院長韓國瑜考量靠近520 為了避免遭解讀 是與蔡英文總統較勁 決定不參加 由副院長江啟成 率藍白立委等十多人登島 卻被立雲通逼是troublemaker 南海地緣政治複雜 中國片面的拉高緊張局勢 為什麼國民黨偏偏要扯台灣後腿 以為是在糾團看電影嗎 陳水扁前總統也登島過 所以就是中共同路人嗎 蔡英文沒有這個勇氣 捍衛自己的領土主權 就直接說一聲 也不用牽托 至於跟美國之間 我們也尊重他 對於南海他的政策立場 但是我們也有我們的國家立場 蘭英強調美方的壓力一直都在 但兩任前總統也都無所畏懼 跟怒紅蔡政府大搞以美抗中 學者則指出 南海局勢就是各方僵持 過去跟美國人打交道 他們那個時候是認為說 太平島最好就是 根本就獨立算 不過說今天 因為很多的船艦也好 飛機也好 在這個附近 大家覺得不安全 那對不起 以後都沒有一個時間是安全的 綠營執政讓兩岸溝通停牌 但連前往海巡駐守的太平島 都瞻前顧後 國民黨之一 如今年基本的捍衛主權 難道只要遇到美國 膝蓋就軟 謝謝西雄 旅杰SL組台北報導